大家好 草莓是一种颜值与营养并层的水果 气味非常的亲人心培 不但可以作为水果直接吃 还能够做成各种甜品零食样样都行 像这种可甜可咸的软萌小果子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极高 还有果糖、椒糖、苹果酸、柠檬酸、氨基酸 以及钙、铁、铃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其中微细的含量最高 可见草莓真的是一种营养又好吃的水果哦 草莓的价格一般都比较贵 冻着十几二十块 如果在预计质量不好的 或者是打了激素的 那可就损失大啦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 草莓有没有打激素 看一眼就知道别再买错啦 赶紧叮嘱家人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第一点 看草莓的形状 一般草莓的形状就像是一个盐锥形 红色的果肉 搭配上绿色的叶子 就显得非常的漂亮 让人一看就想吃 但是我们买草莓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不一样形状的草莓 像这样扁扁的草莓说不上是什么形状甚至有点畸形 这种畸形的草莓表面坑坑洼洼洼的凹凸不平 这种草莓就是有可能添加了过多的激素 加上有农药残留而导致的 所以对于这种畸形的草莓大家要谨慎购买 第二再来看草莓籽的颜色 正常草莓籽的颜色是像这样稍微淡滑或者是偏米白的颜色 如果有些草莓的草莓籽看起来非常的鲜红 就有可能存在人为颜色的问题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光要看一下草莓籽是什么颜色 还要凑进鼻子上面闻一闻 如果看着红通通的草莓 切散发出一股青色的气味 那就要谨慎像这样就是染色的草莓了 千万不要购买 第三再来看颜色 自然成熟的草莓都是从顶端开始变红的 草莓地的周边颜色也是很红 但是偶尔也会有这样颜色不均 这个是正常现象 但是如果发现草莓的顶尖呈白色 或者是像这样的青色 而根底部分这里呢又是红色的 这样的草莓十之八九是打过激素的 使得草莓的顶端这里不能完全红到头 对于这样顶端还是白色或者青色的草莓 不要购买 有可能是激素草莓 第四 来叠一点草莓的重量 水果都富含很多的水分 当然是越重越好 草莓也是这样子来分辨的 相反如果像这些看上去很大的草莓 但是叠起来重量却很轻 那么这里面很可能就是空心的 造成空心的原因除了生长因素以外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打过激素而导致的 这样的草莓吃起来寡当无味 口感还偏酸 以上就是辨别激素草莓的四个小技巧啦 总的来说 就要挑选像这样 外形大小一致 无期形 草莓是橙金黄色或米白色 整个果子无腐烂无异味 像这样就是正常生长的草莓啦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自续挑选 草莓的外表是不平整的 清洗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水冲冲就可以吃啦 而是应该把它放到一盆水里边 然后加一勺食盐 一勺淀粉 下手把淀粉和食盐搅拌溶解 然后用手搅拌几下 利用水的离心力 再结合盐的砂金消毒 淀粉的吸附杂质 把草莓表面上的农药材料和一些虫卵杂质 都能够最大程度的洗出来 像这样搅拌一分钟左右 让草莓精致在水里边浸泡10分钟 10分钟后 再下手把草莓轻轻的这样子抓一抓 抓完以后先捞出来 再换一把很干净的清水 重新把草莓倒进来 现在就可以下手把草莓地给取下来了 刚刚地一变的时候因为比较脏 所以草莓地要留着 以防脏东西进入到果肉里边 吃下去不卫生 像这样草莓就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可以放心食用啦 好啦 今天关于分辨激素草莓的小妙招 就分享到这里啦 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建议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区告诉我 喜欢我的视频也请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